可以吸的橘子 像鸡蛋一样包皮的西瓜 不需要徒子的石榴 奇奇怪怪 可可爱爱的水果王国里 到处充满着诱人的商机 必须用这个东西 给我们全国的朋友看一下 我们使您果王 人秦春来早 金果飘香生活好 作为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 果农们正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推动着我国水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龙腾古月人间乐 金果飘香富一方 大家过年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我这些行头有点不太一样 您往这看啊 您看这么多的水果凶针 我们小伙伴给我们准备的 我这个香蕉啊 波罗呀 包括草莓呀 苹果呀 您说了 这谁家过年还不置办一些水果呢 说不准呢 此刻的您正在看着电视 也在同时享用着水果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印象 现在呀 这市面上的水果 尤其是春节期间 那叫一个琳琅满目眼花缭乱 甚至有的名字 您都叫不出来 说明什么呀 说明水果更新换代的速度在加快 市场流通更便捷了 也给水果的生产者们 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要讲的正是水果 从哪种水果开始讲起呢 过年了 咱们得讨一个好菜头 就它了 叫做什么 大菊大利 这菊子居然可以吸着吃 这时间就出来来啊 这里是浙江省象山县的一片 柑橘种植基地 一种新品种柑橘 让大家非常惊喜 吸到了吗 吸到了 这感觉太好了 怎么样 嗯 太贴了 这种橘子 只要先在手里捏几下 就可以插进去吸管 直接吸着吃 这种新品种柑橘 还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红美人 因为果肉细腻 汁水丰富 可以不用扒皮 就吸着吃 成为了这两年 柑橘品种里的爆款 作为世界第一大类水果 柑橘也是我国栽种面积 最大的水果品类 有四千多年的栽培历史 即使在这样一个 传统又庞大的水果大类中 柑橘新品种 依旧层出不穷 每年至少都会有一两种柑橘新品种 成为种植者和消费者 共同追逐的焦点 可以像吸橙汁一样吸着吃的红美人 就是近几年开始销售火爆的 知道它是橘子 但是这个好像跟普通的橘子有点不一样 感觉这橘子怎么可能这么甜 就是很清甜 这个肉比较软 吃有那么一点粗链的味道 消费者喜欢长鲜 新品种总能鲜声夺人 而水果产业比任何一个农产品产业 都更懂得新字的意义 品种迭代更新速度快 是水果产业的重要特点之一 新者为王 种植户们奔心找心抢心 好的新品种 就是水果产业赚钱的敲门砖 寒冬道就是靠新品种甘菊 红美人改变人生的 那个时候我在做什么东西呢 在做一个超市的配送 每天在要向宁海 拉两车的一个田瓜 那个时候的田瓜的话 我占的是多少 两毛钱一斤 那就一万斤的话 我也只占了两千块钱 但是那个时候 红美人一个就二十块钱 一箱就两百块钱 十箱就两千块钱 我很惊讶 那时候通过橘子和橙子 杂交的新品种红美人 刚刚在市场上出现 寒冬道敏锐地 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 他认定这个新品种肯定能活 在我们业界里面呢 还有一个笔名 叫古洞城 那我们切开来看一下 这个质地你看 里面多数水泵 非常均匀的 像古洞一样的质地 寒冬道当机立断 在象山县定堂镇 承包了一百亩地 种红美人 现在 红美人不仅每年 能给寒冬道 带来上千万元的财富 也成了定堂镇 更多村民的致富法宝 全镇甘菊 种植面积2.1万亩 年产值1.4亿元 而红美人 也成了浙江省象山县 一张极具代表性的 特色名片 与寒冬道在市场上 发现新品种不同 对新品种的 狂热追求和渴望 让湖北紫规的 严福君 把目标锁定在了 还在大学试验田里的 新品种上 他看上的新品种 就是眼前 这场比赛里的主角 一种特别的柿子 谁能在最短时间内 把面前这一颗柿子 带瓶吃完 谁就获胜 吃柿子有什么难的 很快就上来八位挑战者 预备 开始 可一上手 大家马上发现了不对劲 这柿子是硬的 平常见到的普通柿子 都是非常软的 扒了皮儿吸着吃 可这柿子别说扒皮了 想掰开都难 有人马上转变思路 直接用嘴啃 眼看着大家都大口啃了起来 最旁边的小哥还在琢磨着 这柿子怎么弄开 最先用嘴啃的这位 吃得直摇头 嘴里塞得满满的 根本顾不上说话 大家一口接一口地啃 第一次见这么吃柿子 围观人乐个不停 有的看着直摇头 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柿子 能硬成这样 为了拿这个第一 小伙子拼了 炎福君给前三名吃完的小伙子 都发了柿子当奖品 可以 柿子还挺好吃的 但是我看他看你吃到最后 咋有点痛苦呢 柿子很实诚 你参与了是吧 对 我参与了 最后吃完了吗 没有吃完 第一次吃没有柿子的 还挺甜的 以前是吃的 刚刚脑式的软的 这到底是种什么柿子呢 炎福君种的这种柿子 又被叫做苹果柿 是华中农业大学 罗正荣教授 带队研究和推广的新品种 当初炎福君 正是在罗教授的试验田里 吃到了这种柿子 好脆啊 你听见这声 大崩一声 它这个好吃的标准 就是脆 脆 甜 再来一个一吃 就说 必须种这个东西 特别高兴 真是 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品种 这叫做莲花座 是苹果柿的标志 又脆又甜 吃起来像苹果的口感 味道却是柿子味 却比传统软柿子 味道更清甜爽口 无需放软 树上摘下来马上就能吃 而且吃的就是这种又硬又脆的口感 软了反而不好吃 苹果市在当时还没有什么规模化种植经验 严福君从华中农业大学的果树试验田里买了树苗 做起了当地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怕机会错过 机会错过 你错过的话 有可能别人再种在前面的话 你就没机会了 严福君敢一马当先 把试验田里的新品种 直接规模化种植的底气 正是科研院所和高校专家们都会为他们所研发的新品种提供全程的技术指导 每年都有若干新品种经过科技转化来到水果种植户们手中 现在严福君的柿子数母产突破5000斤 平均每亩纯收入1.6万元 紫桂县已经有800户村民跟着严福君种起了苹果市 2022年老岩的梦想就是让更多父老乡亲和自己一样 靠这种特别的柿子过更好的日子 靠着赶为人先 把刚走出试验田的新品种规模化种植 严福君找到了致富新路 而在求新这条道路上 不仅是科研院所 普通农民也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在西藏种苹果的马天伟就是其中一人 2013年9月的一天 马天伟发现有一些果树上长出来的苹果有些不一样 表皮颜色特别深 这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将两颗长出深红色苹果的果树嫁接在一起 会不会之后的苹果颜色更深呢 我就是发现了这个东西以后 自己也是确实很好奇 我也是吃过黄苹果 吃过青苹果 什么红苹果都吃过 那出来都确实没有 你看都没看到过黑的苹果 所以觉得应该是非常有市场前景的 马天伟也深知水果产业 以心为王 如果自己能筛选培育出与众不同的苹果 那肯定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这让马天伟很兴奋 他开始给长有深色苹果的树做嫁接 还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影响苹果颜色的办法都加以利用 为了让苹果上色更均匀 在苹果地里铺上了这样的反光膜 这个反光膜它主要就是说有一些果子它在下面的 咱们有一个边边的角角的 可能通风透光打不到 咱们都起到这个作用 那用这个东西之后 咱们的果子的颜色会更均匀 嫁接苹果的土壤也是精心改良过的 咱们国园就采用了这个自然生草 各种各样的杂草 每年咱们会割三到四遍的草 直接就放在地里面 冬季的时候生翻 完了就由这几方面的原因 造成咱们现在这个土壤的有机制含量也比较高 然后比较疏松 你看起来就比较黑 就这样经过三年 马天伟的试验收到了效果 新嫁接出来的苹果颜色比之前深很多 呈现出这样的紫红色 而且除了外表紫红以外 还有一个其他的特点 切开苹果 果肉和表皮接触的部分是红色的 表皮颜色越深 里面的红色越多 这个品种如果你种到在内地的话 它不见得是紫色或者是黑色 也就是说和我们西藏的环境有明确关系 花青素不光积累的果皮上 我们在如果你要是把果肉切开 它果肉都有泛泛淡淡的红进去 所以证明这种色素 也说在果皮积累的很多很多 马天伟种植出来的紫红色苹果不仅颜色特别 还又脆又甜吸引了很多想要尝鲜的消费者 一颗就能卖到60元 品质差了咱们就淘汰掉 是吧 品质好了咱们保留再进一步的悬域 培育 一带一带的旋域精挑细旋 然后就给它可以做到极致 水果产业抢心大战 无时无刻不再上演 可以像鸡蛋一样包皮吃的西瓜 可以不吐子的石榴 还有不用爬树就能摘的椰子 水果新品种正以你想象不到的姿态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它让水果产业充满变数 也给在水果产业中淘金的人带来无限的商机 菊翔如意 世事如意 平平安安 甜甜蜜蜜 您看水果他们这些名字的谐音 都有这么多美好的寓意 过年的时候咱们吃水果 有喜欢吃软的 有喜欢吃脆甜的 喜欢尝鲜的 什么人都有 只要您喜欢 也总有一款水果适合您 过年了 吃腻了大鱼大肉 来点水果 开胃化石 是一件特别爽的事 而当您尽情享用这些美味水果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它们是怎么被种出来的呢 大家围一个圈 现在有多少人啊 报个数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六 七 二 八 六 八 二十二 二十二个人呢 按照人均壁距1.6米来算 这棵老树的树冠 周长竟然达到了35米多 这是一棵上百年的老梨树 河南省宁陵县盛产宁陵金顶泄花苏梨 这种百年老梨树随处可见 而返乡种梨创业的张燕敏说要把梨种好 第一件事就是得使劲破坏这些老树 又是用锯子锯 又是用剪刀剪 原本长得很壮的一棵树 经过这样一折腾一下子销瘦了很多 被张燕敏修剪过的树 只要八个人就能围起来 树冠周长只有十二米多 壮树变成瘦树后产量减少了两千斤 而接下来张燕敏的胆子更大了 他一年要深挖四次土来伤害老树根 这老梨树招谁惹谁了 种出好梨跟破坏这些老梨树有什么关系呢 张燕敏大刀阔斧给老梨树剪枝 其实是在给老梨树梳花梳果 而这种分层剪枝的方法 可以让长出来的梨都被阳光照射到 种出来的梨大小均匀 糖度统一 而它深耕土壤是想充分晾晒 起到杀菌除虫的目的 不仅不会伤害树根 还能促进树木生长 不论是分层剪枝还是深藩土壤 张燕敏做了这么多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提升梨的品质 张燕敏老家宁灵县 被称为中国苏梨之乡 盛产的这种宁灵金顶蟹花苏梨 有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苏翠 品质提升后 梨苏翠的特点已体现得更加明显 像小婴人的脸一样 比较水嫩 特别软 然后一摁就一个坑 通过主动减产提升品质 看似产量少了 卖价却高了 张燕敏用这个办法种出来的梨 一斤从过去的一元两脚钱 提升到最高八元 瞧瞧 现在摘梨前 工人们都得先剪指甲 为的就是不让这赚钱的金果子受一点伤 每次摘梨前 张燕敏都会像这样严格检查大家的手指甲 稍微长一点都不合格 按照张燕敏的要求 所有人的指甲长度必须剪到指度以下 指甲剪短后 张燕敏还要求大家戴手套 就连装梨的筐子也是特制的 每一个都穿着棉外衣 越来越多的水果种植户注意到品质的重要性 水果种植从最初的粗放形开始向高品质精细化种植转变 而在这之中科学种植的理念也影响到了很多水果种植户 云南石林的宋德志就是靠科学种植转得盆满钵满 这天宋德志的基地里来了一批特殊的帮手 他们就在眼前的这些瓶瓶罐罐里 有的小到看不见 有的还会咬人 这个是捕食蛮 它就是捕食像红蜘蛛这种类型的这些像巨马这种小的害虫 捕食蛮我们能打开看看吗 这个得用放大镜才能看得见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对 就是那些蛮虫就在这个草里面生长的 你看这个抖一下它这里面都会微微地在动 就是那些蛮虫在动 太小了 看不清 对 看不清 嗯 要用这个放大镜 我看这边还有一个盒子 这个是白虫的呀 这里面虫子还挺大个 这个是像那种益虫 它是刺吸性的一种益虫 你看 哇 这些 哎呦我的天 好多虫子 对 像这种 你看像蚯蚓一样的这种种化 就是它的食物了 成年虫它就会飞 所以飞了就 这个范围里它就会找出自己的食物了 插脚立春长有口气 通过吸食猎物的体液来进食 有时候也会去咬人 宋德志请来这些客人 就是为了自己精心种植的人生果 石林是人生果的主产区 可很长时间以来 石林人生果产业都被一个问题困扰 成熟度高的人生果 皮很薄 很娇嫩 不耐运输 为了减少损失 种植户们只能采摘七八成熟的人生果 运往外地销售 可没有完全成熟就采摘的人生果 有一种奇怪的青涩味道 这导致了在很多消费者眼中 人生果是一种不好吃的水果 有些人会说是它有一点腥味 因为有时候选的它就不甜 就是味道很清淡 所以就不爱吃 熟果运不到外地 生果又不好吃的两难抉择 困扰着石林人生果行业 宋德志就想通过科学种植的办法 破解这个难题 这才请来了这些帮手 这个现在散了是捕食蛮是吗 对 捕食蛮 它自己会生存下去 但是我们投了这些天敌以后 这种病害的发生 它就会减少百分之七十左右 我们减少了人工 现在这些蟹虫不贵 贵的是人工 我们去摘那些病虫害的叶片的时候 才是最费成本的 人生果成熟的季节 害虫会来啃食叶片和果实 人生果一旦有了虫眼就不能销售了 宋德志通过天敌来防治害虫 既节省了人力成本 又能保证人生果的品质 不过为了种出不一样的人生果 宋德志会的可不仅仅就这一招 石林以喀斯特地茅为主 在近二十万亩的人生果地中 有三万亩被称为核心产区 在那里种出来的人生果 不仅口感更好 而且果皮也更结实 而核心产区的石渣子地 就是风化石 宋德志将风化石土地里 提取出来的元素 做成生物肥 再湿到自己的人生果地里 这让他的人生果发生了质的突破 每当有经销商来到他的基地 他必定要向大家展示 自家的果子是多么与众不同 如果是传统种植的 和我们的果子放在一起一挤 你们看 那个挤酥了 我们的完全没有反应 这个已经这样了 来看 还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品质 这就是传统种植的品质 这就是石头 都是蔬果 这个还要深一点 我们的还要熟一点 通常成熟度越低的人生果 果皮越结实 越不容易受伤 而宋德志种出来的丸蔬果 把普通的人生果挤得爆了僵 自己却一点事也没有 普通的种植的方式 正常的储存时间是10天 宋董这个基本上保持期 在30天左右 因为它的果的坚韧度的话 会直接让消费者吃到 口很好的吧 让宋德志的人生果这么坚硬的 正是这些经过科学提取 像小狮子一样的生物肥的作用 宋德志的人生果皆是耐挤压 在采摘和运输中不易受伤 货架期延长了两倍 科学的种植方法 解决了完熟的人生果 不易采摘和存放的行业难题 也让宋德志的基地经常会有惊喜 果王啊 你看这一下 对 哇 这个好大个 这个 你看还有这两个 这个 有的手还要大 这个得有一斤了吧 我感觉 一斤都不止了 不止一斤 对 哇 我们把它摘下来看一下 好 你摘下来 摘吧 摘下来 你舍得摘吗 舍得呀 给我们全国的朋友看一下 我们石林果王 你看 像正常 这么大的 这个都挺大的 对 这么大的 还是挺多的 我们把这个摘下来做一个对比 这个就已经是算 平时的特大果了 你看它比这个特大果还大了这么多 除了这些有技可循的科学种植办法 充满创造力的中国果农 在实际生产中 还有很多天马行空的别致巧思 而这些别出新材的种法 也让水果的口味和口感更加丰富 在我们传统的想法里 凤梨中间的芯很硬 很多人都不喜欢吃 为了满足食客挑剔的口味 在海南城脉 有人种出了连凤梨芯都很细嫩的凤梨 这种连心都能轻松咬着吃的凤梨 卖价很高 一颗凤梨将近百元 那它是怎么种出来的呢 在拍摄时 记者发现 雄槐用一种乳白色的液体 给凤梨浇灌 这些液体正是经过 有机发酵之后的豆浆 用黄豆磨成这个豆奶 来经过这个生物菌发酵 然后这就是我们里面的法宝 发酵了以后 给它什么当肥料吗 当肥料 就让这个苗从小吸收我们的这个豆奶肥 我闻闻什么味道 就是豆子的味道 对 你可以喝 黄豆看似和凤梨 风马牛不相及 可利用豆浆中丰富的蛋白质 经过生物菌发酵之后 做成的液体肥料 却成了凤梨优质的养料 这样种出来的凤梨 肉质细腻 不塞牙 连最硬的凤梨芯 也比一般凤梨软嫩很多 我就慢慢做梦 我们做梦现在也就把这个凤梨的这个品质 也慢慢提升上来了 肉质的纤维的芯都更加不一样 作为全球水果第一生产国 中国水果产业之所以能成为 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 核心就在于高品质 而如何种出高品质 智慧的中国果农 给出了精彩分成的答案 令人期盼的收获季到来 熊淮的凤梨地里一片欢声笑语 好吃吗 好吃啊 这么贵一个吃一个 你今天早餐就不吃了 不能再吃了 就不能再吃了 我们两个分一个 这水果好不好啊 谁说了算 消费者们说了算 种水果的朋友 一年的辛苦能够变成 多少实实在在的收入 关键就在这 卖上 与其他的产业不同啊 水果的保鲜期呢 一般都比较短 季节性的很强 水果一旦成熟 没有储存条件的 种植者卖水果 那就像是百米初次 要爆发出所有的能量 卖出去的速度 那是越快越好 为了卖出好价格 那么卖水果的方式 也都在憋出心裁 花样翻新 就连最传统的 超市和水果店 有时候也玩起了新花样 广东的一家超市里 一种西瓜 引起了大家的围观 它没有像其他水果一样 摆放在货架上 而是放在了地上 让大家去采 怎么回事 西瓜采不然第一次听见 而且很甜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你真的采不坏啊 你有多少斤 两百 实时速足 两百 两百 这一招体验式卖瓜 是这些瓜的主人 许鹏 想出来的 水果季节性强 保鲜期短 如何在有限的上市时间里 让消费者一眼选中自己的产品 是很多卖水果的人最头疼的 许鹏是个销售高手 在他看来 卖水果就是要以独特又直白的方式 迅速展示卖点 让消费者眼前一亮 先引发大家的兴趣 再进一步了解口味 你锤 用力锤 手疼 这种西瓜的品种叫做全美4K 特点就是皮薄 果肉结实 口感爽脆 糖度高 普通西瓜的糖度在11度到12度 这种西瓜能达到15度到16度 可这种西瓜的外观 却和普通西瓜没有任何区别 许鹏先给这种西瓜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 有点豪气或者冲劲 人家经常有个网络语言嘛 不服来采 就是你不服气 你就来采一下 看你能不能采烂 这才有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超市里那一幕 大家被这夺眼球的卖法吸引 许鹏顺势就进入正题 让大家尝西瓜 来来大家尝一下 消费者都忍不住停下来 尝尝这采不坏的西瓜究竟是个啥味 我要很甜 这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喝很多 味道感觉非常的甜感觉就是 如果夏天的话能来上这样一片的话 肯定是非常惬意的 许鹏靠着吸引人眼球的营销方式 迅速展示产品卖点 全美4K在他手中从最初的无人问津 最后卖到98元一颗的高价 看到这里 不知您发现没有 许鹏卖西瓜的招法 核心是让顾客多了与众不同的体验 说起体验式消费 草莓采摘员就不能不提 草莓因其不耐储存运输的特性 采摘体验成了众多种植户的重要销售模式 大大小小的草莓采摘员 各家也是生财有招 苏州市望庭镇的林亚平用了一招 就让自己的草莓采摘员 从众多同行里脱颖而出 每年卖出十多万斤草莓 而给她灵感的正是她的另一个身份 准备好了吗 预备开始 让开了 哎呀妹妹终于高兴了 不错不错不错 林亚平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有一天儿子给她提出了个要求 正是儿子的这个要求 让林亚平一下有了灵感 甩给我一个清单 妈妈我要请这么多同学来玩 然后我就懵啊 就是来玩什么的是啊 后来我说总不能孩子来 就光光就自己玩吧 是吧 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她 教他们怎么割水道 然后带他们去挖山芋 为了帮儿子接待小伙伴 林亚平绞尽脑汁 策划了一系列活动 而这给了她灵感 林亚平先给自己的采摘员 做了消费者定位 锁定家里有孩子的消费群体 从他们的需求出发 打造一个特别的知识型草莓采摘员 然后我先来点个名啊 每周末 林亚平都要举办一到两场亲子活动 这一天来了二十多个小朋友 每一场活动 林亚平都会安排三四个小项目 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习知识 锻炼动手能力 今天的第一个项目是烤红薯 烤红薯之前 小朋友们要发挥想象力 用锡纸将红薯包成不同的形状 除了烤红薯 还有末豆浆和中玉米 而之所以选择这些项目 林亚平都有自己的心思 又能吃又能玩 然后又能喝 就这样子的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然后呢 再缓缓地加进去 这一粒豆子怎么长的 这一粒水稻怎么长的 把这些东西 等于说慢慢地交给他们 而不是一下子讲解给他们 那个就太枯燥了 怎么样 这是你烤的那个 快点来 好吃 比你平时买的好吃吗 难道 对 为什么呀 因为劳动做出来的东西才最好吃 这样一次两到三小时的农事课堂 每位小朋友118元 家长免费 活动结束后 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自由采摘草莓 每当有人来摘草莓 林亚平会细心地告诉他们 不同草莓的口味和口感有什么区别 让消费者可以挑选到自己最喜欢的草莓口味 这边有一点点 它已经 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很好吃 我来吃吃看 为什么这块看出来的很好吃 因为它这个好像有点像熟猎的那种感觉 就是 反正我就是吃了十几年草莓 然后最后 吃出来的经验一样 就是觉得看到这个就觉得是甜的 就是看到这种 这种熟猎了 对 这种感觉的 除了这种特别甜的草莓 林亚平说 还有一种成熟度的草莓也很好吃 觉得这个是那种 酸中带甜 但是又很好玩那种口感 所以我推荐一下 尝一下看看 反正好好玩那个口感 再往里面吃一吃 是不是酸的 是酸的 但是确实还有点甜 对啊 酸里面带点甜 而且它那个比那个草莓一般的肉会要紧一点 还有嚼劲那种感觉 知识性体验性与趣味性病重的亲子课堂 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 现在一年 林亚平大约要接待上千个小朋友 可能采摘的话 比如说我过来一下 采摘了一下 就就回去了 就没有体验到这种干农活之类的这种乐趣 他们可能体验的更少 可能是这种 去采草莓的话 它就是一个采摘的过程 然后它这个的话 可以了解一个东西制作的过程 可能对它下一次 我喝到这个东西 吃到这个东西 我原来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卖水果不再是单纯的买卖 把握消费者的核心需求 营造好的消费氛围 就能让消费者自己找上门 三 二 一 上链接 在主播的一声口令下 手机屏幕上不断涌现弹幕信息 后台的销售额数据也蹭蹭地往上涨 相信对这一幕您绝对不陌生 近两年 直播行业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直播卖货也逐渐成了商家的标配 嗅觉敏锐的水果从业者 自然也不甘落后 种蓝莓的富红存 很早就加入了直播带货的大军 像很多果农卖水果一样 它的直播间也选择在田间地头 可以让消费者更直接地看到 它的蓝莓是如何生长的 看 我们这些货都是 刚刚从地里收回来的果子 大家可以看看 国品特别好 国粉也特别好 我们的货也是很好的 做得也非常好 富红存的这两位员工 学做直播没多久 说着说着就冷场了 这时候富红存前来救场了 做直播最重要的就是调动气氛 拉近和屏幕前消费者的距离 还要时不时替屏幕前的消费者尝上一口 有趣又好吃的直播 能将更多流量转化为购买力 富红存的直播还在进行中 就有客户下单了 因为我今天我这个货更不用求的 我给你流出来 那么你不大风险嘛 果农们直播卖水果 消费者蹲直播间抢水果 直播已然是水果网络零售的重要形式之一 目前全国水果网络零售 已经超过1600亿元规模 成为国品流通主渠道 现在像荔枝这种保鲜时间极短 地域性极强的水果 也在网购快时代找到了销售办法 海南的郑学智接手了父亲的荔枝园 用新做法搭上网销水果的快车 郑学智在荔枝园里 花了100多万元建了冷库 荔枝采下来后一个小时内 可以进入冷库预冷降温 荔枝通过冷库预冷降温 这样既可以保证果实的品质 还有利于运输 除了进冷库 在冷链运输上 郑学智还为荔枝设计了专门的保温包 虽然成本增加了 却能让它的财富也跟着增加 保温包这里面是这样子的 那种海绵保温棉 袋子里面我们会放两块冰块 还有一个拉链 这个包多少钱 这个保温包三块多钱 一个包三块钱 对 一个包三块多钱 这不贵啊 对对对 玩得来吗 不管多少钱 你必须得有这个东西 那要保证粒子的保鲜 质量是第一的 这诗说明古人能够吃到一颗新鲜的荔枝 那还是很难的 如今东西南北中水果大流通 现代物流的发达 让水果可以做到朝发夕制 随时随地可以吃到想吃的水果 但是也保不齐啊 因为季节的原因 品种的原因 有些水果不太适合鲜食 当人们接触它们的时候 就已经看不出来 这水果本来的样子了 下面呢 得给您介绍一种水果了 可能很多人呢 都没见过它 不计啊 这种水果 的样子很怪 而且这个味道啊 更怪 让人一吃 就会产生强烈的生理反应 呵呵 这样的水果 还能称得上是水果吗 你好 请问您见过这种果子吗 不认识 不认识啊 它有什么味道 你尝一下这种 我尝 看着很丑 也吃不下去 感觉也吃不下去 不敢不敢不敢 要不你吃一个 你跟我说一说 有一些胆大的游客 试吃了这种果子 可以吃的 就像是你家 喝了酒 吃了人的味道 我就觉得有脚气味 好像这个水果 有点呼气的感觉 这是什么果子 居然有人说 它吃起来有脚气味 这一吃 就让人想吐的果子 大家给它起了个别名 叫呕吐果 但其实 它叫糯粒果 是发源于南太平洋的一种水果 生长在亚热带和热带 它的个头类似土豆 外表有很多疙瘩 切开后 裹肉为白色 77岁的老人张兴华 已经在海南种了八年糯粒果 记者发现 成熟糯粒果的坚硬程度 让人意想不到 这糯粒果硬到什么程度 就是人拿着直接往石头上砸 也依然完好无损 接着 记者又尝了尝 一宿它软了 小心你的牙呀 叫水果 不能当水果吃 这就是它的特点 接下来放几天 糯粒果会变软 可是味道就变成了 前面人们说的脚气味 不是太难吃 但不好吃 感觉我在吃干水 那糯粒果究竟要怎么吃呢 糯粒果经过一年的发酵 就可以加工成这样的糯粒果汁 在国外 糯粒果汁卖价非常高 一千毫升就能卖到一千八百元 在国内却很少有人听说过糯粒果汁 张兴华老人正是看到这个商机 才年近七十岁还选择了创业 这个就有很多果汁了 尝一尝吧 先尝后买 汁了后来 有一点像那种橙汁的那种酸酸的口感 但是就跟之前差别很大 对呀 就发甜发香 有香味有一种香甜 糯粒果鲜果不能吃 经过发酵 却能做成美味的糯粒果汁 糯粒果汁偏酸 为了让糯粒果汁 适合更多年轻人的口味 张兴华还特意推出了一款 混合30%苹果汁和蓝莓果汁的 复合糯粒果汁 还OK 还可以吗 对 这个有点酸有点甜 改善了口味 酸酸甜甜的口感 年轻人很喜欢 一年就能创造2000万元的财富 制作果汁是水果加工领域最重要的加工方式 技术相对简单 却很好地起到了延长售买时间 提升附加值的作用 随着水果加工业的发展 一棵果树可以被开发成多种产品 不再只赚一份钱 现在零下20度啊 最冷的时候我们用棒打杀鸡 木棍一敲 树上被冻住的小红果子就掉落下来 落到布上像珠子一样清脆 这果子能直接吃吗 能直接吃 你揪一个尝尝 我吃个尝尝 尝尝尝 它冰的 特别酸就是 特别酸 而且吃的非常凉 因为它是冰 酸酸甜甜 酸酸甜甜 这种红色的小果子就是杀鸡果 杀鸡果鲜果非常酸 很难下咽 可加工成杀鸡果汁 就成了广受大众喜爱的饮品 不仅如此 原本很少有人关注到的杀鸡树的叶子 也在杜中元的手里贬费为宝 经过开发做成各式的杀鸡茶 随着生活水平和加工技术的提升 水果加工也不再只是为了解决 国品保质期短等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而是可以带来惊人附加值的绝佳途径 蓝莓是近年来很火的水果品种 一般都是卖鲜果 蓝莓鲜果就卖价很高 一斤蓝莓往往就能卖到50元以上 而善于发现商机的商人 却在蓝莓上看到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做了多年蓝莓生意的富红存 在蓝莓的果皮上发现了新的财富增长点 为了保证果皮完整 工人们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 为了这个从果皮上赚钱的计划 富红存要求采摘下来的果子 两个小时内运到加工车间 他花了五年时间 投入了五千多万元来搞研发 富红存看中的 正是蓝莓果皮中的大量花青素 一千多斤蓝莓鲜果 才能做出一斤这种花青素压缩片 这种新产品定价最贵的 一千多元一盒 便宜的也要两百多元一盒 这种花青素压缩片 是时下很多爱美女性的心爱之选 科技的进步 让精深加工赋予了水果产业 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水果正以更多的形态 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生活里 新品种新种法新销售新加工 水果全产业链的创新 正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水果产区和消费市场 水果产量约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 同时水果产业也是地方 增收致富的重要依托 水果产销的每一个环节 应该说都蕴藏的机遇 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 水果在未来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更多惊喜 更多甜蜜 节目的最后让我借着这些琳琅满目的水果 祝您新年大举大力 世事如意 理想成真 心想事成 平平安安 幸福美满 还是那句话各位 人情春来早 一年更比一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的发行者